如果所有人都理解你 你得普通成什么样啊 我叫江小南 是公馆一五级的学生 每天我要做三件事 上课 作业 自习 唯一与众不同的是 我有一件钟爱了很多年的事情 你回来了 让我们排队打 不知道等一下去练我 你打吧 好的 开始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件事没想好怎么跟你说 咱俩还有什么想没想好的 直接说不就好了 家里前几天给我打电话了 我就探了单位明年要装实习设 我妈说最近什么活动都不要参加了 当我专心考个会计证 明年就可以直接去上班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和你一块去看乌鞋的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挺好的 大家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从来如此就是对的吗 喂 喂 妈 啊 你最近怎么样呀 最近挺好的 就是舞蹈社过一段时间要出去比赛 你还没退社吗 我都跟你说了 你大三了 你要好好准备你的雅思 你怎么不听 可是我觉得雅思和舞蹈不重处呀 那你以后又不靠舞蹈吃饭 你还练什么练 可是我喜欢的 你别说了 喜欢的事多了去了 你都要让汤姆耽误你的正事吗 可是舞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反正我跟你说 比赛就不准去 就这样我先挂了 没想到会遇到准备演讲稿的小马 更没想到我把发生的事 一股脑全都给了他 vers changed 赛有去不合用 有点儿 我去下车 吃吧 然后 这一天,他说给我带了一样好东西 你不是说要给我带个好东西吗? 是什么呀? 拆开 这是什么呀? 富翁 富翁 反正我跟你说比赛就不准去 就这样我先挂了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这是学生之后的算式 没事 人跑着跑着 就容易变成一种习惯 腿迈着迈着 就忘了为什么要迈 停下来 让身体等一等灵魂 勿忘初心 方得时钟 我叫江小楠 是公管一五级的学生 每天我要做三件事 上课 作业 自习 唯一与众不同的是 唯一一件之外了很多年的事情 那就是跳舞 第二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凭什么教别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